我們可以把那個編號自動帶出來 那用Test加入 那底下的話假設你Ctrl向下這邊有1000多筆的資料 那我們未來當然如果輸入的時候 怎麼樣輸入會比較快 OK輸入比較快的方法 我們後面有講到表單啦 不過如果說有些同學想說 那我如果不想做表單的話 我只是想要很簡單的 可能我這邊用下拉清單 將來有沒有用下拉清單選嘛 因為我不知道公司的商品數量這麼多 那我總不可能去寄那些商品的話 那我是希望有個下拉清單可以自動幫我 讓我知道說有哪一些商品可以選 那當我選了這個清單之後的話 應該會自動帶出它的單價 因為單價是兩個是相 就是可以把它查出來的 然後呢讓使用者再去輸入一個什麼呢 輸入一個那個數量 然後又帶自動帶出它的那個小計吧 然後呢地區自己再選一下 那當然自動就全部完成了 那最好是什麼樣 你選了一個這個名稱之後的話 不過這質量太多了 我是建議你乾脆把底下先刪掉 等於是頂多留個大概留個十筆好了 好啊這樣好了這樣會 就是底下可以先刪掉好了 假設我們慢慢要輸入好了 那我可以這邊做個下拉清單 當我下拉清單選了其中一個之後的話 那可以帶出單價 其實編號也可以最後自動帶出來 這樣的話才比較符合自動化的那個目的嘛 所以很多東西都自動帶出自動帶出 欸啊你就enter就換下一筆 對不對 然後欸自動帶出自動帶出 欸感覺會比較流暢 那這個部分呢 是不是用那個表單的方式做 怎麼樣好讓它答 所以第一個我要先做什麼呢 也許你可以在這邊建一個清單好了 這個是一個清單的工作表 這個清單的工作表 主要的目的是要做清單用的 那裡面的話 剛剛有講過 就一出重複 可以把品名跟單價 還有地區放這裡 那剛剛同學問說那個移除重複 能不能移除相同的東西啊 其實你們可以試一下 我剛剛試一下 是可以可是會有一個問題 比如說這個好了 假設品名跟單價 假設底下如果多一個糖 那這個20好了 那這邊會勢必有重複的嘛 對不對 那重複了兩個糖怎麼辦 如果你要移除重複的話 一樣把這個選的時候 如果你是針對品名移除重複的話 它不要擴大 就是這個範圍把它移除 有沒有有標題 不過你會按確定之後 它會移除 但是它會移除其中一個糖 那可是它的單價還在 變成說如果你刪完之後 可能你還要自己再去刪除 就是沒有品名的那一列 可能它自己再寫一個VBA 也可以達到那個目的 因為這個是需要可能你可能裡面很多資料 是重複的 那你要一個慢慢去比對 慢慢刪除 其實對同學來說是很麻煩的 那但是如果你又不想要寫程式 因為比對的話是需要做程式的撰寫 那當然這個可以先做前置作業 那把什麼呢 把可能有重複的 它會把那一同樣的名稱刪掉 變空白嘛 那空白你可以用前面講過的 從下到上 反向回圈 找到如果那一個儲存格裡面是空的 那就把那一整列整個刪掉 那這樣子的話呢 有沒有就可以達到那個移除 重複資料的這個目的了 又不用說寫的很複雜 你可以配合移除重複 再配合什麼 刪除那個列的這個部分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額外講 那再來我們來看 就是剛剛的這個地方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建的清單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就是做 兩個清單 一個是品名單價 一個是地區 那直接就放在這裡好了 OK 一個叫清單的一個工作表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這邊的名稱 建立什麼呢 我的習慣如果要下拉清單 我習慣是用公式 裡面的從選舉範圍建立 那因為這邊有兩欄 我就把這兩欄選起來 從選舉範圍建立 它的名稱在頂端列 所以它幫我建的品名跟單價 OK確定 然後裡面好像已經有把它取代好了 看一下這裡面是不是已經有了 那把這些舊的刪掉好了 重建好了 因為有些可能 各位可以看到剛剛那個什麼呢 參考錯誤嗎 有沒有 這邊有 剛剛刪掉了 REF就是參照啦 參照錯誤 那把它重建好了 頂端列 那地區的話呢 也是頂端列 那因為地區跟品名單價 它的長度不一樣 所以要分開做 如果都一樣的話 你可以一次做 我們前面有做過 那再來的話 就是針對什麼 品名的下面 所以你可以 游標放B2 Ctrl-Ship向下 再向下 以後底下全部都變清單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 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這邊選擇什麼呢 清單 來源的話就F3 關鍵就F3 因為我同學常常忘記F3 OK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品名 所以找到品名 按確定 那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旁邊呢 就會有我們的清單出現了 那當然未來如果說 像之前有同學說 那如果老師 我品名又增加怎麼辦 所以如果你這個清單 假如說 因為你的公式裡面的 名稱管理員 這邊有個品名嘛 他對照在這裡 那要不就是你怎麼樣 這樣多選幾個 可是你下拉清單 底下會多控幾個 不然的話 你就乾脆整 整藍 可是整藍 整藍AA 他會把 我剛剛記得品名 好像也會帶進來 試一下 打勾一下 他好像連品名 都會帶進來 所以這個也是比較 麻煩的地方 因為它裡面功能 就是會有這個限 要不就是 可以想一想 可能比較好的方案 也許就是說 把這個品名 你就預先 留一些範圍給它 頂多就是說 它將來下拉清單的時候 會多一些空白 不過這好像也不 這個也 那 主要它這個清單的功能 它還沒辦法程式化 如果你可以 所以 有的時候 如果這個 你是 你可能覺得是問題的話 那請你改用表單 因為如果你用表單的話 有沒有 下拉清單 就不會這個問題了 因為那部分的 可程式化程度 比較高 這個部分的可程式化的 其實就比較低 你沒辦法說 重新再 再去修改 所以這地方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我們就先用 一般比較常態的 就是 名稱管理員裡面 這個範圍 多選兩個應該沒問題 不過不要選太多 假設這樣 這樣看起來 比較不會怪怪的 也許你這邊下拉清單 一樣會有兩個空格 不過 基本上不會特別奇怪 OK 那就選其中一個 那下拉清單做完之後的話 其實我需要做什麼事呢 我希望它能夠自動帶出編號 有沒有 邏輯上 一般性是 當使用者選了一個品名 自動帶出前面的編號 而且也自動帶出什麼 這個 OK 那以前的做法會是怎麼樣做法 以前的做法是這樣 如果你不會寫程式 可能就是說 我們會利用那個什麼 V-R函數 像這邊的話 你上面這個 先把公式先複製一下 這邊是 直接 跟正下 應該直接就把拖拉下來 假設到20例好了 會出現對不對 那你可以把這邊加一個什麼 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判斷呢 前面有做過就是 如果呢 這個什麼呢 如果 這裡面空的 那旁邊的這個也是空的 如果它是空的 那我自己本身就是空的 反之才去輸入這個編號 OK按確定 那向下填滿 就是當我向下拉的時候 它會跳出來 有沒有 向下拉就會出來了 這樣出來 不過會有個問題 就是你一直到 因為我只有把它做到這裡對不對 那這裡呢 就沒有了 OK 那怎麼辦呢 有的人就說 那我一直拉一直拉拉到 拉到很多 可是問題 這個缺點啊 就是說你如果拉很多的假 就是 預先的資料在裡面的話 那相對於sale會變很大很大 很大非常大 尤其你攔入越多的話 那你會發現 哇那個檔案喔 其實裡面沒有放資料 為什麼這麼大 因為裡面都有很多的公式 而且喔 資料可能越跑會越慢 因為它裡面的公式 只要你有rump一下 它就會整個一直跟著rump 所以效率上面 可能還是會有點點問題的 那 不過至少是一個方法 因為有些書裡面 就交到這裡為止了 那你想說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不要 預先 把公式放在這邊 用一個什麼 用那個 我們用什麼 if 判斷 如果拿它的旁邊這一個 空的的話 那它也是空的 反之才去輸入公式嘛 那如果我不希望用這種方式 預先放這個公式在裡面的話 那你接下來可以用VBA 那VBA因為裡面有一個 叫事件觸發的一個撰寫程式 那所謂事件觸發就是說 如果當我這個這一欄 B欄的儲存格裡面 如果有變更的話 那有一個Change事件 之前好像有寫過了 好像前面才 如果它有Change的話 那我就把 那個一樣的 我就把什麼呢 編號的這個公式 丟到那個 我的A欄 同一列的A欄裡面 讓它去執行 它就會有編號產生 那這種方式呢 是動態的 而不是靜態的 OK 另外當然這個地方 這個你可以預先做 這個也是一樣 如果我希望怎麼樣 當 這個地方 向下拉的時候 它也會自動 把它刪掉 感受一下 復原一下 這個把它刪掉 如果向下拉 這個會出來對不對 這個如果也要出來怎麼辦 一樣嘛 你就是什麼 先做查詢 這個欄位的話 也是一樣 先做V-R-A因素 檢視與參照 然後用V-R-A因素 去查什麼呢 查這個東西 去哪邊查呢 去清單裡面的這個對照表 那當然這個對照表 你也可以預先做一個名稱 然後呢 第幾欄查回來呢 1 2 第二欄 OK 然後呢 比對方式完全比對好了 輸入 好 那可是呢 問題 如果我今天希望 它會跳出來的話 一樣的方式 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插入一個什麼 一樣邏輯判斷 如果什麼呢 這個裡面有資料的話 那我就跳出來 如果沒有資料 這個是如果沒資料 那我一樣把它清空 反之才去做查詢動作 按確定 那一樣 這個把它向下填 填到20列好了 OK 假設 假裝的資料 然後這樣是有 這樣子的話呢 也會有 這樣也會有 有沒有 所以第一個 我們自動帶出什麼 這個 跟這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一樣 這個怎麼帶出它呢 一樣嘛 就是 如果我輸入一個數量 50 Enter的話呢 應該這個要帶出來 那這個怎麼帶出來呢 基本上也是 先把這個公式先做出來 等於什麼 它 乘上 它 OK 然後呢 打勾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剪下來 做什麼呢 一樣邏輯判斷 如果呢 這個等於空的 那我也是空的 反之才是相乘的結果 按確定 那當然你要預先先拉到 假設我拉到第20列好了 OK 所以等一下資料1000多列 裡面先刪啦 不然的話 你要在底下 跳來跳去 其實還蠻新的 剛才先刪掉算 留下10列 好 那你會發現這個 如果再輸入20個 Enter 自動帶出來 30個 Enter 自動帶出來了 所以將來呢 它可以怎麼樣 很方便的是 先找它要買什麼東西 然後呢 因為我向下拉 剛剛忘了一個動作 什麼呢 就是鎖那個範圍 所以其實這裡 我是建議 你乾脆用一個名稱 來代替就不用鎖了 把它向下填滿 拉到20 好 有沒有 它就是 找一個 代出這兩個 這一個的話呢 一樣輸入 代出這一個 那 這個的話呢 也是一樣 Ctrl向下 再Ctrl向下 兩次啦 因為它會中間停一下 這個範圍也是一樣可以怎麼樣 資料 資料驗證 清單 F3 這邊就是來自於地區 確定 以後的話 這邊也可以再選 比如說 選哪一個地區 好 選完之後 這邊的話 就會是一個完整的資料 所以我們將來就是 可以很順利 很流暢的 1 2 3 這樣就完成了 不然以前的話 你可能要一直輸入 OK 那請各位 先試一下這個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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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